接著要帶您關心立法院臨時會即將再度上演美牛大戰 昨天晚間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的表決結果出爐 以69比67票定出牛豬肉品的萊克多巴胺安全容許量為10ppb 這個結果也為馬政府修法打了一劑強行針 在義大利羅馬召開的Codex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 經過三輪投票後表決結果出爐 以69比67票通過牛豬肌肉和脂肪的萊克多巴胺 的安全容許量標準為10ppb 消息傳來讓執政黨相當振奮 為了兼顧國人的飲食習慣跟國內產業發展 所以萊克多巴胺的解禁範圍是只以牛肉為前 那麼行政院將來會確實做好這個強制標示的工作 而且會繼續的煮批茶葉進口的牛肉 在我們的宴會夜說五天 還這個誤導台灣人民說他是毒牛 民進黨今天怎麼解釋 Codex結果給了馬政府打了一劑強行針 在義黨立委態度也出現鬆動 繼續觀察歐盟後續的整個因應方式 來訂定我們國內的標準 牛豬必須分離 而且必須入法規範 不是只有要標示來源地而已 而必須標示瘦肉精的含量 不論是TIFA FTA TPP 我們都希望馬英九訂出時間表 Codex表決結果出爐 讓預計在7月24號登場的臨時會 美牛僵局似乎渴望有解 但在野黨是否就真的棄手放行 還帶觀察 聯合影音綜合報導 我們會不會放鬆 我們會不會放鬆 這裡